同学们好 我是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王雪梅老师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上课之前 我们来玩一个猜谜语的小游戏 身体长得细有长 天生美丽黑心肠 上屏下肩纸上爬 越爬越短越心伤 对,是铅笔 身体有圆也有方 常在铅笔盒里装 要是写错一个字 他会马上来帮忙 对,就是橡皮 横着拿它分长短 竖着用它看高低 能打格子能画线 横平竖直很整齐 你们一定猜出来了 是尺子 它们都是文具 也是我们学习的好伙伴 具是今天的生字 看到这个字 你能想起哪个字呢? 针 减去上面的十就是具 具可以组词 家具 工具 小朋友最喜欢玩的 玩具 学习上使用的 就是文具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篇和文具有关的课文 文具的家 请你读读课题 文具也有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来读读课文吧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读课文 课文读完了 光顶 请你在书上标画 自然段 一共有六个自然段 检查一下 你和老师标的 一样吗? 课文读完了 故事里有几个人物呢 你能试着这样说说课文的意思吗 这个故事写的是谁和谁之间发生的事情 谁总丢文具 谁告诉他文具是有家的 最后谁知道了文具的家在哪里 如果你会说了 今天就可以这样把故事介绍给家人听 我今天学的课文写的是 贝贝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情 贝贝总丢文具 妈妈告诉他文具是有家的 最后贝贝知道了文具的家在哪里 我们能读懂故事了 生字宝宝要来考考你们是不是能读好他们 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接触记 oom 第一 des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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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uffi in xin 摸鞭美 泼银瓶 特阿塌 西耶蝎 子 鸡胺减 赤阿茶 私我锁 为了读好课文 让我们记住这些新朋友 新朋友的心 带来了一个新篇旁 亲字旁 这个新篇旁 站在汉字亲的右边 就是新华字典的心 新闻联播的心 还有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的心 新朋友常见面 就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了 你记住这个新了吗 同学们 课后还有一个金字旁的字 你找到了吗 对 就是所 生活中 这个字也很常见 看 公共厕所 派出所 还可以组成词语 住所 所以 所有 所见所闻 生活 生活就是个大课堂 你的所见所闻 都可以让你成为 认字 记字的小能手 今天 我们用男子旁的他 如果是 如果是 弟弟 爷爷等男性 我们用单人旁的他 如果是多个女性 我们用女子旁的他们 如果是多个男性 我们用单人旁的他们 家人 男女都有 该用那个他们呢 这种情况 我们就用单人旁的他们 老师相信 你一定 记住 也会区别 这两个他了 我们认识的子 加单人旁 可以让我们记住 今天的生字 子 仔细的子 用熟字 加偏旁的方法 还可以记住 哪里的哪 请你自己说一说 记一记 除了左右加 我们还可以上下加 看 木 和蛋 这两个汉字 上下一加 就是今天的新字 查 检查的查 还可以组词 查月 查字典 此 和二 上下相加 就是 些 一些的些 还可以组词 这些 那些 通过组词 我们知道了 些 表示 不确定的数量 有加法 就有减法 看 大海的海 减去三点水旁 就是今天的生字 美 可以组词 每天 每个 每组 苹果的 瓶 剪去草子头 就是今天的生字 瓶 平安的瓶 还可以组词 瓶地 瓶台 我把脸的月子旁换成 木字旁 又是 点茶的 简 次 让你 想起 哪个 熟字呢 是吹 还是 欢 请你 请你用刚才 换偏旁的方法 说说 怎么记住 刺吧 把吹的 口字旁 换成 两点水 就是刺 把 欢的 又字旁 换成 两点水 就是刺 刺可以 组词 一次 每次 我们今天用 加一加 剪一剪 换一换的方法 实际了很多新字 奖励你们一个小谜语 去字头上 一把刀 打今天的一个生字 对 就是丢 这个小撇 就像一把刀 横在 去的头上 主词 丢诗 丢脸 丢人 猜谜语来 实际生字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还可以 用这种方法 来记 很多生字呢 木字 头上 一把刀 合苗的 合 石字 头上 一把刀 签 那你能用 这种方法 来说说 蛇 白 和字吗 希望 你能用 有意思的方法 来记住 更多的生字 你语猜得好 再奖励你一个 小游戏 让我们把 小铅笔 送回家吧 生字读对了 小铅笔 被我们送回 文具盒了 小铅笔 被我们送回了 他的家 死宝宝 也想坐着火车 回家呢 快来看看 这些词语 你会读了吗 按下暂停键 自己读一读 这些语 这些语 这些语都是用本课 生字 阔的词 我们可以通过 用生字 组成多个 词语的方式 来帮助 记忆生字 词宝宝宝 坐火车 回到了句子里 看看这些句子 你能读好吗 读的时候 要注意 一的变音 这 在这句话里读 只熬着 找不着了 这些地方都注意了 老师相信 你一定能读好 按下暂停键 自己试试吧 这个长句子里 除了生字多 有几个语气词 要读准确 还要注意 长句子的停顿 请你听老师读一遍 从此 每天放学的时候 贝贝都要仔细检查 铅笔呀 橡皮呀 乱笔刀啊 所有的小伙伴 是不是都回家了 现在 请你也来读读 这句话 扫清了障碍 老师相信 你现在 可以把课文读得 比刚才更好了 请你按下暂停键 再来读读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吧 课文读好了 我们现在要请出小铅笔 来帮忙写字了 我们今天学写文读 评 半 包 写字要学会观察 还要注意写字的姿势 身正 肩平 足安 眼离桌面一尺 手离笔尖一寸 胸离桌边一拳 文是读体字 先和老师一起疏空笔顺 点 横 撇 纳 文字 文学的文 我们再来观察结构 找位置 点 落在竖中线上 注意 最后一笔纳 从横中线稍上一点的位置起笔 不要和横相接 请你在写字本上写一个 读体字评 先跟老师一起写笔顺 横 点 撇 横 竖 平安 平台的平 第一笔横 短 下面的点撇往里收 第四笔长横 压住横中线 最后一笔竖 从短横起笔 压住竖中线 是玄真竖 注意刚才这些地方 请你在本上写一个 独体字办 先和老师一起疏空 笔顺 横折钩 撇 先写中间的立 再写左点 右点 主词 办法 办事 我们再来观察 在填字格中的站位 横折钩 从左上格起笔 不压横中线 撇 从竖中线起笔 左点 右点 要对称才好看 请你在写字本上写一个 是半包围结构 书写时应先写外 后写内 和老师一起疏空笔顺 撇 横折钩 横折 横 竖弯钩 书包 面包的包 我们再来观察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和关键笔 第一笔小撇 红 竖中线起笔 横折钩 略往回收 里面的横折 靠近横中线 竖中线 最后一笔竖弯钩 起笔要对着第一笔小撇的尾部 它要写得特别舒展 最后收笔的钩 要包住上面的横折钩 才好看 请你在写字本上写一个 写完了生字 我们今天的课就要结束了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一 在写字本上 把文 平 半 包 各写两遍 二 读一读记一记 试一试用今天学写的字或词 三 朗读课文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